在星辰斗士的时候是没有6A面板这个概念的 除了超越概念的黄金体验证换曲 我们一般把5A1C叫做最强面板 从星辰斗士到最新的猪肉大陆和200多个提身里 只有4个提身是5A面板 它们分别是空调成太阳的白金之星 殷实名的咸红辣椒 艾梅斯的亲吻 宝伦泰的恶行逸师 那么在这4个提身中 谁是货真价实的5A1C 谁又是烂于充数的水货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自的面板数据 北京之星和恶行律师一样 力量A 速度A 射程距离C 持久力A 精密度A 成长性A 星辉辣椒和亲吻一样 力量A 速度A 射程距离A 持久力A 精密度C 成长性A 我们今天聊的是6A面板 就不能去扯太多的提身能力 否则成太郎把时间在年一开 其他三个就可以直接下线了 网络太只要溜得快 从平行世界拉几个人过来 变变法刺下 食停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实名把星辉辣椒喂饱 那就是加速后的天堂制造 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从力量 速度 持续力 射程距离 精密度 成长性 这6个维度来比较它们的综合实力 为了方便 我们就选各自巅峰时期的数据 成长在还没有熟练掌握提身的时候 就已经能一拳红包教学楼了 被锤挡的花精烈竟然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再一次证明了三代的打脚痕 都不是人类 为米朵拉吞了以后 只靠拳头就把钻石敲了一个粉碎 除了这些 白金之星还能在一瞬间挖出一个安全屋 一拳打爆吸血管 一拳打碎第二的头盖骨 一拳把提身事件打成了塑料 只看物理输出的话 白金之星在今天也还是提身里的天花板 其他三个在这方面表现就很普通了 一拳穿青已经是它们的极限了 只看力量 白金之星远超纤红辣椒 恶行医师还有亲吻 速度方面 白金之星的摄影描述是超越了光索 如果按照这个描述的话 那就不用去比了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 白金之星一开始就能在几厘米的距离 接住射出的子弹了 换算下 成太郎的动态势力最差也是超音速的水平 香蜡椒在电流里就是光索 一个手指就能秒掉大层面的轰炸空间 和站住一对一的情况下 也是掉打力速双A的疯狂暂时 这个速度能不能比过三步的白金之星不好说 但甩太新闻和恶行医师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艾米斯和马轮泰这两个人 我觉得还是恶行医师的速度要更快一点 尽管有被害人恶受压着打的黑力士 但马轮泰可是轻轻松松就收拾了第二个的小恐龙 这些小家伙的属性 其实和白龙人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速度上我的看法是 第一鲜红辣椒 第二白金之星 第三个建议区 关于摄生几率 鲜红辣椒和亲吻虽然都是A 但亲吻指的应该是它的能力范围 本体从来没有表现出远距离的特性 辣椒不要说顺着电线四处化 仓考和意态的那场战斗 那么空旷的地方 视野范围起码也是几百米 所以辣椒保守也能离开一去密 一两公里 还不影响它的战斗能力 所以比较起来就是 新红辣椒 亲吻白金之星 恶行一失 不过白金之星 在初期暴走的时候 似乎也可以无视剧烈 只能说成太郎没事 就不敢吓唬人 略微未满的持久 就相当于游戏力的血条 但说实话 从新生斗士开始 我就没看到有人因为起力不行 影响提升战斗的 所以这一块 如果只看实际的话 除了辣椒这块续剑区 其他几个其实都差不多 但三部的成太郎 根本就没有掉血 这个概念 和阿努比斯一位一的时候 直接用腹肌截白人 被吊越一顿目打组合拳 骨头都被打折了 结果反手一旋 就把世界给打脸巴了 伦黑被迪安德乔尼轮着抱 最好还是找到机会反差 这个精神里 艾梅斯克尹之明 肯定是比不了 所以体力上的排名就是 白金之星恶行一失 亲吻 血和辣椒 精眠是一个比成长来 还要稀缺的属性 属于周周里的SSR了 和白金之星叫板精密度 也就灰姑娘那么几个气身 在没有奶妈的版本里 白金之星可是用手摘的肉牙 不要说心和辣椒和亲吻 就算恶行一失这个经年 也没有做过啥精密的操作 所以排名只能说 白金之星恶行一失 考虑因失明远距离 搬用过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辣椒的精密度 比亲吻可能还是要好上那么一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四个气身的成长属性 如果只看表面的话 成长最快的应该是心和辣椒 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再出来就直接进化成大王福利沙了 不过白金之星在星辰斗士里 那就是一个bug 任何违背常识的地方 白金之星都能给你打上布丁 最后连屌爷的时间暂停 都让白金之星给学会了 成他能能一路考上博士 我觉得很可能也是脱了白金之星的关系 恶行一失后来虽然有DCC爱之列车 但在我看来 这其实是一种组合的形式 证据就是瓦兰泰需要围着陆锡转 不能说是恶行一失的进化版 亲吻的成长在表现不是很多 关于成长的排名是 白金之星星和辣椒 恶行一失亲吻 四个牺牲 我们按照0-300打分的话 白金之星15分第一 拼花辣椒12分 恶行一失8分亲吻点底 不过如果不让青花辣椒吃饭的话 那么排位可以点倒一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看到这位朋友多多支持白科 白科会助言你们都能决心 属于自己的亲身能力